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要來分享 關於上古卷軸刀鋒的新手攻略介紹 而遊戲是一款第一人稱視角的手機遊戲 手機版本遊玩的玩法 與電腦版本有著著大的差異 而這款遊戲可以橫著玩 也可以竖著玩 算是蠻特別的地方 而你將扮演一個刀鋒戰士 前往並重建被摧毀的家園 而遊戲中共有多樣的種族可以選擇 而每個種族都有不一樣的天賦 對於之後的方向是息息相關的 而目前共有十個種族可以選擇 紅衛人 母精靈 聾亞人 布萊頓人 暗精靈 高精靈 抵國人 虎人 諾德人 守人 天賦加成 紅衛人 額外15%的抗毒加上耐力恢復快5% 母精靈 額外15%的抗毒加上傷害5% 亞龍人 回血速度快5% 使用匕首、收復、輕盾時傷害加5% 布萊頓人 額外10%的法術能力加上 常見、戰斧、丁錘時加5%傷害 暗精靈 額外15%的抗火加上毀滅系法術加5%傷害 高精靈 額外15%的急暈抗性、法力恢復速度加5% 帝國人 生命虧規15%的效果 使用長劍、戰斧、丁錘時傷害加5% 虎人 護盾加5% 毒性傷害加10% 諾德人 額外15%的含雙抗性 使用巨劍、巨斧、巨錘時加5%傷害 獸人 加5%護甲 使用特殊能力時加5%效果 而知道了人物種族的天賦加成之後 對於玩家未來的走向就會比較明確了 法術取向或是戰術取向都可以 或者是你也可以選擇雙修 就看玩家的決定囉 戰鬥技巧 而戰鬥採用的是第一人稱視角 而在戰鬥的時候不能移動 只能站在原地 一個檔格一邊攻擊 和敵人一來一往 有點像是回合制的遊戲 而在遊戲畫面 由左至右分別為法力值、血量值、耐力值 而法術最多可以裝備3種技能 而招式技能也是裝備3種技能 而在使用技能的時候 都會相對減少耐力值或者是法力值 而在戰鬥也不單純只是這樣的玩法 也會有比較特別的地方 而攻擊的時候 讓黃色的地方接近邊緣 也會造成比較高的傷害值 而在對方攻擊的時間點 使用盾牌來防禦 就可以讓敵人進入了僵直狀態 而僵直的狀態會有幾秒的時間是無法攻擊的 這就會是個反擊的好時間 而除此之外 每一個敵人也會有不一樣的優缺點 像是遇到獵犬或是老鼠這類的怪物 一般的狀況是打不到他的 而需要他在攻擊的時候才能擊中他 而在怪物血條的這個位置有一個圖示 這代表他對於哪種攻擊是有相克性的 如果好好利用這個缺陷 將會是過關的好幫手 而最後就是技能介紹啦 而技能數分成三大板塊 法術 額外爭議 特殊招式 而法術技能 由左至右分別為 怼人的火體術 毀滅火 毀滅雷 神秘系 毀滅兵 而在配點的時候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不是只要有技能點數就可以選擇要學的技能 而還要在分支上面把技能都學過才能夠解鎖 戰士 物理系技能 而由左至右分別為 盾擊技 重擊技 迴避技 迅技 而重擊技與迅擊相對於玩家使用的武器 通常會以盾擊加上重擊技 或是迴避技與迅擊這樣搭配 而最後關於被動技能就比較簡單啦 大多都是以法術增加傷害 或是武器增加傷害為主 就看玩家要選擇哪一個流派囉 而以上就是上古卷軸刀鋒的新手攻略介紹 希望可以讓玩家快速的了解這款遊戲 而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拜託點個讚訂閱一下 也麻煩要開啟小鈴鐺啦 我是愛玩搞怪系大怪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